新冠肺炎病毒Omicron的亚变种EG.5 近期在全球多地迅速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在当地时间星期三 将在美国和中国传播的EG.5 归类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 但表示它似乎没有比其他变种病毒株 对公共健康构成更大的威胁 路透社报导 以这种快速传播的变种病毒 近期在美国流行 估计占病例的17%以上 是导致全美病例上升的原因 并且在中国、韩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 也发现了这种变种病毒 感染EG.5后的病征 与之前的变异株大同小异 包括出现感冒、喉咙痛、流鼻水、咳嗽及发烧等 有专家指出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EG.5的传播力或致命率更强 实际上只是人体免疫力减弱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Bringtonology 2023 10点早上到6点 MyTech基隆博 欢迎你们的光临 世卫通过评估病毒变异株的传播能力和变异能力等 将变异株分为三个类别 分别为监视下、需要留意和需要关注的变异株 世卫的新冠肺炎疫情技术负责人 范克霍夫表示 EG.5的传播性有所增强 但并不比其他Omicron变种更严重 与此同时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对许多国家没有向世卫报告新冠肺炎疫情数据表示遗憾 他表示只有11%的国家和地区报告 与该病毒相关的住院和入住江户病房的情况 作为回应 世卫针对新冠肺炎病毒发布一套长期的建议 其中敦促各国和地区继续报告病毒数据 特别是死亡率数据、发病率数据 并继续提供疫苗接种